邀請行政院道歉 今天早上其實蠻差異的 居然我的照片會出現行政院院會的刊坊上 上面斗大的標題寫著 今年台北市牛肉面杰冠軍使用來自的美牛 那很抱歉 我們其實很單純 我們是一個廠商做生意的 那所有的肉品所有的材料都按照政府法令 該有什麼樣的檢驗證明其實我們都會努力一舉的 那其實我們在證明上我們萊克多巴胺及各種的收入金 都是零檢出的 也都是未檢出的 都是符合國家的標準 那其實蠻差異的 為什麼行政院會針對我們 這麼一個小小的商家來做一個這樣子不實的抹黑跟止痛 那本人感覺相當遺憾 第一個影響一定會 那不管是在我們的粉絲盤以及臉書 還有Google的商家都有錄了大量的這個網民來做留言 那他們都是用疑問的角度來懷疑店家是有所用的是不是美牛 當然廣大消費者他們並不希望他們吃到的是萊牛萊豬 那我覺得這一次院會 為什麼把我們這些廠商品牌無故的捲入進去 我們也相當差異 所以其實影響當然也有 那所以我們才有這個門次的同仁接到 無辜的這個謾罵 那我覺得這都是一時的不理性造成 我們也能夠體諒跟諒解 但是希望行政院針對這次事情應該還給我們商家一個公道 以及道歉以及更正 這是我們這個牛肉麵產業最由衷的希望 我們在這邊是陳述事實 那我們所買的牛肉在標示上其實都相當清楚 我們都是買到都是未檢出沒有萊克多巴胺的牛肉 所以也要請廣大消費者能夠放心 台北市議會一度通過 台北市全部禁止換賣 含有瘦肉精的肉餅 維折炒最高處10萬塊的花環 各位朋友如果台北市訂這樣的話 那我的牛排店都關掉了 會有多少差距 我們發現不到一塊台幣啊 一公斤 主委最後給你討教了 台北市議會一度通過 台北市全部禁止換賣 含有瘦肉精的肉餅 維折炒最高處10萬塊的花環 連桃園市台南市也堅持零檢出 你對這樣的地方民意 你有沒有什麼評估 各位朋友如果台北市訂這樣的話 那所有的牛排店都關掉了 美國牛肉有6萬4千公噸 都是萊克多巴 牛排店它這個是豬 我是哪一豬咧 我們不是很奇怪的 英國兩制嗎 可以允許消費者 每一年吃3公斤的牛肉 那豬肉反而是要零檢出 這個在科學上完全 這個就是馬正虎的牛豬分離啊 不是這樣 所以他當初的牛豬分離 那我解釋一下 他當初的牛豬分離 是立基於說每個消費者可能吃到的牛肉比較少 他沒有發現 萊克多巴胺在全世界的演變裡面 不再用豬了 全部都用在牛了 而且因為美牛的萊克多巴胺 哪一豬進口 你都不再用了 那委員 這個不是最高境界嗎 開放的不一定進來 那可以 最高境界 主委 你不要讓他進來